在一個地方的測試 加上的測試 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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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 人生 短短幾個休 他不醉不罷休 東邊玻璃美人 他是一邊黃個流 男人當兵為什麼 搶田搶娘搶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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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官都少掉了 當這個兵幹什麼 你能給我搶田搶娘搶娘 對 會覺得蠻突然的 因為在我們接到通知 到確定離開 我們只有差不多48小時的時間 坦白講 對於我們的工作交接 以及我們在這兒的生活的交接來說 其實都會造成一定的困擾 一個神秘部隊 就是我們的這個叫做什麼 支通電軍 我們成功的擊退了他們 這個是在我們大概知道說 在2017年還是2016年的時候 肯定第四軍種 就是這個第四空間 叫虛擬空間的第四支通電軍 然後呢 希望找一些網路上比較強的人 承擇能力比較強的人 進去處理這樣的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說 中國不是有61398嗎 他們六大軍工學校裡面 都會找一些資訊電子的高手 數學的高手 台灣是他們練兵的地方 所以呢我們就也成立了 當時其實我記得是最早是 希望得要找到400個 後來又繼續擴增 到底到多少不知道 時隔13年 今年漢光36 海軍要在試射同款魚雷 這次將以防禦艦海洋號 作為把船 一枚重型魚雷可以重創航母 兩枚也可能讓航母 直接沉入海底 只是要實彈發射魚雷 恐怕挑戰著軍方心臟 畢竟過去也不是沒有失敗過 我們正在摒棄凌晨的觀看 等了半天就是等不到 靶劍爆炸的震撼場面 連政府時期 魚雷發射掉漆 導線斷裂 讓戰雷由上岸幾經不靠才成功 不要太嚴肅 因為尤其是我們的潛艦 這個那麼多年不發射魚雷 那魚雷到了時間也要爆炸 今天台灣不要輕忽可能引發戰端 我們是美國人 是不是連旗子都不是 今天中美在鬥爭的時候 我常常講什麼東西對他最便宜 他拿台灣去鬥 你跟自己人打架 你打贏什麼 我高興的 美國人在旁邊拍拍手 民進黨都欺騙台灣社會 那時候不會都不會 我就嚴格講 你沒有真正準備 你怕什麼 真正準備 為了台獨不惜戰 準備什麼戰 我覺得可以這樣講 大家講 站到一兵一組 絕不投降 這話多少 不過我這邊要提一點 就是你不管是打說 撐兩個星期 或者說我不止 我可以撐更久 撐更久的那個說法的背後 它的重點是什麼 第一 我們會輸 第二 我們期待老美來支援我們 就只有這兩個假設 是這樣 就是說第一個我們會被打敗 然後第二個是說 老美會來支持我們 就是第一個我們多久被打敗 對 只有我們多久被打敗 而且你要知道戰場在哪裡 就在台灣 所以我根本連股市都不去談他了 你要死多少人 其實打越久對台灣越不利 你要死多少人 而且老美真的會來嗎 你看看敘利亞 那時候為了推翻阿塞德政權 美軍去支持敘利亞的反抗軍 現在換了一個川普 就整個拋棄了耶 完完全全拋棄 他才不會為了台灣 任何一個人的人命 去犧牲台灣美國大兵的命 所以在操作這種鴉片夢 其實對我們來講 才是真正的危險中的危險 但最後一點我要講的是 為什麼過去八年 我們都不是說 去談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沒有賣點 因為沒有任何一個人覺得說 馬英九在任的那八年之內 兩岸之間有作戰的可能性 因為那是最和平的八年 為什麼陳水扁時候的李天宇 要去回答這個問題 而且說大概兩週 那為什麼到了馮事官 還要再被問這個問題 然後美國的智庫 為什麼可以操作這個問題 我不認為他講的是事實 但為什麼他可以操作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兩岸之間真的兵凶戰危 一些聲援香港的活動裡面 我可能是成績最高的政府官員 所以用實際的行動來表達 說要撐香港 其實像陳水扁說也撐香港 現在是在撐 在消費香港而已 香港的國安法 是民進黨政府最討厭的吧 那是什麼意思 所有裡面 香港國安法規定的一個罪 在台灣都是可容許的 所有的那個刑法 不管是無期獨行 在台灣都不會處罰 我覺得這太好了 這對台灣太好了 而且你們都在幹這種事 我講你 我告訴你 今天民進黨分裂 都在幹 有嗎 有沒有勾結外國勢力 有沒有顛覆 你們天天都在幹這種事情 我是覺得說 你還有什麼資格講別人 蔡英文政府講說 什麼一國兩制 聽到沒有 所以香港這個國安法 你們民進黨也不要跟那些老外一樣 雙重標準 你們天天都在 我再講一遍 勾結美國的外國勢力在台灣亂搞 你們在台灣搞的白色恐怖還不夠 還綠色恐怖還不夠嚴重 你們恐怖行動而已 一堆 因為中國的大城市 我們常常講 為什麼它一下大雨就會淹水 對 它沒有下水道 連北京都沒有嗎 連北京都沒有 他們過去怎麼會想到北京會下大雨呢 下大雨就是颱風 就是東南沿海 所以過去北京幾百年來 它的城市規劃 從來沒有挖過下水道 因為下水道第一個 看不到績效 這個看不到 第二個它也不需要 北京頂多東天下大 下連雪 對不對 所以台灣為什麼我們下水道做得特別好 你看我們因為我們台灣颱風多 所以日本同事台灣時候 就在台灣幾個大城市它都有 開始建 但是那個建的不多 對 後來就廣設下水道 所以你看這個全球氣候變遷 現在北京只要雨又這麼大的話 那它肯定淹水 那地鐵都會受到影響 是 如此類的 很大的 好 日本統治台灣 當然是要對日本好嗎 對日本好嗎 但是我覺得好不是說日本會給我錢嗎 也不是日本給我什麼好處嘛 像他對台灣才會好 我幫助日本 但是這個他們帶風向在網路有矛盾 不是站在台灣的利益上 推動台灣跟日本的友好關係 我們台灣就是因為歷史經驗的關係 一而一部分是仇怒反日人 那他們看我就很不順眼 小兒子驚爆涉嫌運毒 西隆關務署日前查驗 一個從美國寄來台灣的郵包 發現裡面裝有高濃度大麻糕 郵包收件人署名柯君耀 追查發現柯君耀是柯解明的小兒子 檢警拘提柯君耀道案說明 並移送北檢覆訊 以違反毒害防治條例10萬元交保 他是這個吳釗燮的自欺欺民的一個做法 台灣這個時候去選擇 跟索馬力蘭彼此間打交道 這件事情其實在整個台灣的 國際空間上面 第一沒有能監督 第二它沒有拓展任何的國際空間 第三它其實在國際空間上面 是有後遺症的 第四你花費非常多的錢 我覺得當我看到蔡英文政府 把這件事情當成一大突破的時候 的一個勝利要點的時候 其實台灣極大的悲哀 就是標準的海盜國家 這就是 那以後我們台灣船是不怕海盜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 如果對台灣有利的話都接受 我也同意 但是它是一個對台灣不利的事情 我們會付出很多的錢 我們大家都知道說要設這個代表處 恐怕要捐很多的錢 我們花了很多的錢 但我們買到了什麼 我認為這就是一個國際大笑話 民進黨包含這個網軍立法院 已經把這個國民黨打趴了 甚至真的有些我們的話語權 都變得是沒有辦法伸張 今天這個科文哲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喔 沒有錯在高雄的補選 現在國民黨確實打得很痛苦 民眾黨咧 你硬要提嘛 你不是硬要提嗎 到時候很難看趴在地上的時候 我覺得連我都很難料一下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台灣真的要發展到 只有一個人 一個黨說了算了 是真的 問題是國民黨裡面 打仗不敢 裡面一見一大罪 如果今天國民黨主席 江啟臣下令 全面發動這個罷免 國民黨現任立委一定一大罪犯 而且他嚇死了 因為怕嚇死了 那下個輪到我怎麼辦呢 就不要吧 不要吧 一定是這樣子 所以國民黨一事無成 什麼都做不成 就是一堆窩浪費在你 中國國民黨黨內 既然名字為中國國民黨 可是呢 他有五不敢 什麼叫五不敢 不敢說自己是中國人 現在的黨主席 乃至於黨的幹部 你就 堂而皇之的 這個非常光明正大的 就是我是中國人敢不敢這樣大聲的講 沒有人講 大概都是附帶說明的時候 會很小聲的講一句 中國人 第二不敢不敢提九二共識 第三不敢不敢提一個中國原則 那既然這樣子 大陸對岸為什麼要跟你談呢 然後呢 再來不敢啊 就是不敢去提不敢去討論一國兩制的問題 一國兩制有什麼東西 他又不是蛇蟹猛獸 他又不是毒品 你不能碰碰了就違法 一國兩制 既然台灣是一個民主自由多元言論自由的社會 思想自由開放的社會 為什麼不能討論 身為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或者是中國國民黨的幹部黨員 為什麼不能討論一國兩制呢 所以我覺得啊現階段啊 就是說啊 中國民黨 裡面有那麼多的禁忌 那個禁忌是為了什麼呢 為了拿相跟敗 跟民進黨靠攏 跟台獨靠攏 這樣子跟民進黨靠攏 跟台獨靠攏的人 為什麼要掛一個中國國民黨的招牌呢 這不是在糟蹋中國這兩個字嗎 不是在糟蹋國民黨嗎 所以我覺得到現在為止 國民黨內部啊 還是充滿著李登輝毒素 而且這個毒素啊 是臭氣熏天 臭不可聞 是臭不可聞 在糟蹋國民黨的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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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 出發 兩次 突然 一到 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